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承贵不愿服从清源的高丽政府的命令,发动兵电,建立了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确立了世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保护自己的安全 什么是世大主义呢?仪泰在这里给友友们解释一下 世大义词出自于中国的一些先秦古籍,指的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潮的外交理念 国侍奉大国,安分守己,以维护国家安全 不过现在这个词几乎成立一个历史书语 特指1392年至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咱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是个什么思维 但在小国的立场上,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利益最大化所考量的外交政策 古代朝鲜几乎只有三个外部势力能打交道 日本是小国,还频繁侵略朝鲜,不需要太亲 女人人等游牧民族势力是死敌,需要驱逐打击,也不用客气 但是对于中国明朝,那就要注意了 和朝鲜相比起来,明朝是个超级大国,根本无法抗衡 所以对明朝,朝鲜需要采取千功的外交态度 成为明朝最亲密的蜀国,各种礼仪都尽到极致 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能保障国家安全 明朝没必要打击它,而且朝鲜自身受到打击的时候 还可以得到明朝的保护,这毕竟是宗主国的责任 第二是能保障国家发展 朝鲜国小力硕,有时候需要明朝的支持 对于朝鲜王朝的统治来说,也需要利用亲民来维持统治 朝鲜王朝把儒教诸子礼学作为国家统治理念 而亲民自然也是这个理念中的一环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啊 在古代,政权可是比国家重要的 也就是说朝鲜亲木的是明朝,而不是中国 所以到了17世纪,明朝衰微 清朝兴起的时候,朝鲜王朝非常尴尬 从情感上和价值信条上 朝鲜是明王朝亲密的蜀国 亲民不华,早成了朝鲜这个国家的价值信条 而对于女真满足建立的清朝 朝鲜则是充满敌疑 但是现实上,又是清朝的拳头更厉害 一开始,朝鲜是和明朝联合起来抗清的 但后来,萨尔虎之战,明朝惨败后 明朝完全丧失了在东北的主动权 更没办法庇护朝鲜 于是,清朝在1627年和1636年两次入侵朝鲜 终于迫使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 转而臣服于清朝 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 从情感层面,朝鲜仍然亲民 对清朝充满鄙视 这种思潮甚至一直到20世纪都没有完全消退 毕竟1592年,日本封臣吉秀侵略朝鲜的时候 是大明出兵才挽救了朝鲜政权 这可谓是再造之恩 在朝鲜王朝内部,从朝廷到人民 对清朝都极为反感 在文献中称起为葫芦的句子,别必皆是 在国内拒绝使用清朝的年号 康熙,乾隆等 而是用人祖大王12年 后崇祯20年等代替 而且少有人知的是 朝鲜王朝甚至还有这么一个惊天计划 十万大军攻灭清朝,重新复明 可能看到这里,大家的第一想法是 朝鲜是疯了吗?还真不是 这就要从朝鲜的局势说起 1636年后今改国号为清 1644年朝鲜入关 所以我们通常是把1644年看作清朝 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始 但是实际上,清朝前期的统治相当不稳定 南明势力,农民军势力,准戈尔蒙古等等 一堆势力让清朝是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朝鲜似乎嗅到了机会 当时,朝鲜王朝正值孝宗李浩在位 此人在兵子胡乱时,有被清军掳走到沈阳的经历 所以他对清朝非常反感 而朝鲜王朝的老臣也均认为 臣服于满蚁是奇耻大辱 现在,趁着清朝内乱 朝鲜王朝有了反清复明的计划 在萧宗的谋划下,朝鲜全国开始了增加税收 扩军备战 朝鲜王朝计划将都城 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 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 且全部升级为骑兵 此外,还新训练都监军1万名 御营厅军2万名 并强化炮兵 当然,这个计划已经超出朝鲜的能力范畴 所以后来未能实现 不过嘛,如何将扩军计划向清朝解释倒是一个大问题 朝鲜方面向清朝的汇报是 自己是为了防范日本 但清朝后来经过调查 发现朝鲜和日本关系并没有恶化 于是对朝鲜有了警惕 下招斥责朝鲜国王 霸其用事大臣为六十劫子事件 由于国小利弱 扩军计划没有完成 加之朝鲜的行为已经引起了顺治的警惕 所以这朝鲜孝宗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 1659年5月初四 朝鲜孝宗去世 不过朝鲜王朝光复大明的心思还是没断 朝鲜王朝上下均相信 中国古代的政治语言 葫芦五百年之运 反清复明在朝鲜是政治正确 朝鲜李朝派人广泛联络台湾正成功 三藩割据势力 准嘎尔蒙古 甚至日本德川幕府等势力 准备共同抗清 甚至允许台湾明政军队和日本军队 假到朝鲜出送援兵 17世纪80年代 清朝爆发了严重内乱 三藩之乱 朝鲜王朝大喜 又认为机会来了 这个时候是朝鲜肃宗时期 当时朝鲜大臣们纷纷上书 要求派十万大军 罚清血耻 光复故国大明 但肃宗脑子还是比较清醒 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可操作性 他对大臣说 非无血耻之心 乃何国小力弱 有心无力 毫无疑问 肃宗的判断是正确的 三藩之乱很快平定 1683年 康熙又平定了台湾 明朝参与势力 彻底灭亡 这说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 还是相当强悍 要是朝鲜这个时候 真的找死 招惹了清朝 那对于小国朝鲜来说 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1683年之后 虽然尊明还是朝鲜的政治正确 但是嘛 朝鲜内部 也再没有人把罚清的事情当真 而朝鲜王朝 是大主义侍奉的对象 也彻底由明朝 转移到了清朝 虽然明面上 朝鲜变乖了 但是心里 还是惦记着明朝 哪怕过了三百年 朝鲜脱离清朝 自己宣称 不再是附属国 改称大韩帝国 也是世界历史上 最可笑的帝国 这个帝国号称 继承大明王朝正统 奈何国力及其弱小 开国皇帝 仅在位十年就被迫退位 帝国存在 仅13年后就主动灭亡 这就是建立于 公元1897年的 大韩帝国 按理来说 帝国比王国的等级更高 敢于自称帝国的国家 一般都拥有广阔的疆域 国力盛强 在地区乃至世界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话语权 然而历史上 总有一些民族 或者国家 喜欢自我吹捧 自称帝国或大帝国 不过实力不足 又妄自尊大 可是会被世人耻笑的 昙花一现的大韩帝国 就是其中之一 从本质上讲 大韩帝国就是朝鲜半岛 最后一个封建政权 李氏朝鲜 因此实学家往往将其划分为 君主制国家 而非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朝鲜厌恶清朝 也不是没有理由 朝鲜上下 原本以为更换宗国主之后 自己受到的待遇会更好 谁知 满洲统治者 压根就不把朝鲜当一回事 还以朝鲜曾有过抵抗为由 将其降为二等国 满清入关取的天下后 清帝回赏 比起明朝式的规格减半 加上王公贵族又常常吃拿卡药 朝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另一方面 清廷归顶 另一代朝鲜世子都要入京为日 在清朝接受汉化教育 如此行为与明朝相比 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 朝鲜军民都将满洲人视作一敌 19世纪下半夜 随着满清国力衰退与列强怂恿支持 朝鲜民众联名尚书 请求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高宗称帝 为证明称帝行为乃是顺应上天之举 朝鲜众臣还提出了许多合理论举 比如大臣江旺欣 李秀禀尚书 我邦虽疆域不大 西皇及福西皇帝以来 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 宜成大明之统续 外部协办 与其换 则结合自身工作 援引德国奥地利接受罗马帝国正统等力 尚书高宗严 称与满清同样继承华夏正统 况且满清不过是篡权蛮夷 朝鲜才是大明正统 称帝之据合法合理 清光绪23年公元1897年10月 在众臣吹捧和百姓支持下 李熙身着十二章文滚脸 以明朝古礼登基 自称光武皇帝 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朝鲜国民虽改为大韩帝国 但其国力依然弱小不堪的现实 却没有任何转变 千日俄三国随时都能出兵朝鲜 日俄战争时 朝鲜半岛就从作为战场 遭守交战方争夺 堂堂一大帝国 竟然不能保护境内子民 任由他骨蹂躏 当真视为天下笑话 日本取得战争胜利后 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 接受日本侠制 公元1907年 为加强对朝鲜的统治 日本政府强迫大韩帝国 开国君主李希 让位于太子李旨 李旨即位不久 因日本驻军咄咄逼人 被迫放弃朝鲜军政大权 成为一个毫无政治权力可言的傀儡皇帝 公元1910年 大韩帝国成立13年之际 李旨为保性命 无奈同意所谓的日韩合并政策 李希及李旨分别降风为 德寿公李太王 昌德公李王 大韩帝国遂就此主动出国 这场夜郎自大的闹剧 也随之宣岗落幕 我们下纸至宫 老访 进彰 我们下纸 我们下纸